國際股市的穩定 我想應該不用再多談呢 潔豪checked 能說是馬上已經肯 vezes溝上去 所以基本上接下来国际股市 它应该会有所的震荡 但是这跟用物料也不一样 这是单纯指道琼指出的部分 当然其他的股市也差不多 大同小异是类似的走势 包含了像费城半导体也是一样 所以说整理来说 短线上多方控盘它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台股短线上涨得过多 你这天要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 今天出现一个倒梯 今天出现一个倒梯 还好它成交量不是那种爆量 爆到一千二一千三 但是它还可以 也是可以说明说 它的确开始有一些获利 或者是有一些卖压在上方开始产生 就指数的角度来说 我们从过完年后 第一天开始做多之后 从7953涨到8500多点的过程当中 涨到将近超过600点 那我不知道各位在这段的操作过程当中 是一直在观察 或者是一直在观望 或者是一直追高杀低等等 都好 或者是一直不断的放空逆施操作 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操作 但是就张老师的观点来说 今天在股票市场 我们讲求的就是一个顺势操作 所谓的顺势操作是该空的时候要空 该多的时候你就要多 而不是一路从这样8800多点做到7600多点 然后要坐上来 然后在这边说你大转 这根本不可能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先前是从这个位置 12月8号翻空下来之后 这一段没有做到 但是我们年后 做多 拉上去 漂亮的两段 这一段跟这一段 好 帅头这朋友 今年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说过的今年是一多一空的行情 他所谓的一多一空 他不是像以前一样 任何每一次拉回都是找买点 或者是永远做多你都会赚钱 或者是你抱着一档股票 抱久了一定会赚钱 并今年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 今年他的行情变化是如此 你不能是死多也不能是死空 你要懂得那个关键的转折跟位置 那当然今天的指数到了这个位置 就指数的观点来说 你不能一直拼命在追股票 指数的观点 但是股票不一定 股票要看个股的位阶 跟他底部的形态 跟他起涨的位置 还有他的筹码状况 那不一定 那当然我们今天跟所有的投资朋友讲 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 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 就是我们在这个是第一阶段 从基因7953到今天的高点 这是第一阶段的任务 所以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之外 我们包含了像 先前提醒过的股票 都已经陆续获利下车 把现金放到口袋中来 这是8429的经历 或者是6139的雅翔 又或者是2454的联发科等等 所以我们陆续把现金放到口袋中来 你就要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展开第二阶段 主要展开第二阶段不是一次 接下来一次找机会穷买进去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开始要陆续开始布局 我们今天都很清楚 在股票市场你要有买股票 你就会有卖股票的动作 不是永远抱着 永远一直拼命买 那不可能 你有现金你才能够有钱再买下一台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 同志朋友 今天就整个指数的角度来说 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 接下来要展开第二阶段的任务 而第二阶段开始进入三月份 几个重点主题跟题材 我们等一下会来提醒各位 我们先预告一下 整个第二阶段的整个重点出了 指数的观点来看 它接下来三月份会开始 进入一个比较震荡的时候 那它还是多方控牌 这一条是月线 这一条是季线 那季线的扣底 目前在这个位置 季线扣底目前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是往下扣 然后再弹上来再往下一路扣 所以季线接下来纠结翻扬 再纠结 只要指数不是这样杀 就是上去 季线是翻扬 这跟全球的知青开始又充沛 它是有关系 所以投资朋友三月份 就是个股轮动 轮流表现的时机 震荡盘中 你要找到买点 找到股票 来去做进场 来去做多 好的时机 就要掌握住 因为毕竟今年 它是一多一空的行情 当多头来临的时候 你就要掌握住这样子的时机 一个成功的人 不自在于 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一个真正能够成功的人 除了能力强之外 他更懂得把握住 每一次的时机 纵使他过去错过了 他也是会立刻信的 立即信的 赶快去把握住 下一次的机会 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那如果说您要跟着上车的 错过先前的 不管是亚翔 不管是联发科 不管是精力 或者是其他股票的朋友 错过7953到8589点的朋友 错过这600点没有关系 接下来三月份 个股在轮动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机会 上车做多 想要上车的朋友 我们现在正在布局 第二阶段的股票 欢迎利用我们 一加一大于二的 大财富计划 超值的活动 请跟上脚步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各位同志朋友 那我们既然定义出来 三月份 它还是做多的时机 你要找到股票来做多 那几个重点的主题 重点的题材 还记得在上个礼拜啊 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的时间 差不多是每天都在跟各位 讲红下链 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资金已经进去 我还跟各位讲 特别上个礼拜五 还跟各位特别讲 红下链的股票 你可以买 昨天还特别直接公开的点名 三四八一的群创 今天用跳空的方式 大涨四个百分点 群创要这么难得 能够看到他跳空 但是为什么 正好是昨天 直接节目上面公开给你知道 但是为什么 正好是昨天 直接带会员朋友 所有人一起去买群创 各位投资的朋友啊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 群创用跳空的方式大涨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 有老师在节目上面讲群创 过去害你套在十几块 现在没有人敢讲 过去我们没做过群创 至少在最近一两年之内的时间 都没有做过它 但是当好的时机来到的时候 漂亮位置来到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发了讯息给会员朋友 请会员朋友赶快进去 那会员朋友 昨天有一个会员朋友 他很有趣 他打电话来问我说 诶张老师真的要买群创吗 他跟我再三的确定 那我跟他讲要买 你知道他为什么 他要这么再三的确定吗 因为过去有老师害他 那某位上那个什么东什么台的 什么深的 害他买来这个位置 十七块的位置 他现在没有人敢提 那好的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 所以他跟我再三的确定 我跟他说可以买 跳空大涨 四个百分点 而实体红鸡棒 也站在这个位置漂亮 那我们来看二三一七的红海 诶红海也是相对来说是漂亮 但是红海的地 没有像群创这么漂亮 那你看哦 我们跟各位讲 你看哦 我们说过了 这种大型的股票 我们会员朋友在做的 大型的股票 我们会直接公开自己 好 就像是这个 这个先前二四五四的联邦科 也是一样啊 你来演讲会 我不是直接告诉你说 我买他会反倒 不就是这样一波上去吗 这个是要告诉各位什么 你看像今天也是一样的 群众就是用跳空大涨的方式 跳上去涨四个百分点 这是要告诉各位什么 两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是 这种公开的 这种大型的股票 人人都可以买的 量很多 他是可以直接公开讲 因为让各位知道 我们在追踪筹码的时候 我们能够确定 而不是乱枪打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当然那些量比较少的 一定是让会员朋友偷偷的买 了解这个意思 那另外的部分 你看好像四九六八 立即啊 他说没有 把你手上的报告拿出来 上个礼拜拿到我们 三月之星的朋友拿出来 三月之星的朋友 里面只有三档股票 其中第二档是立即 你拿到资料也许是在这一天 或者是在这一天 你可以买这八十一二块 今天最高是来到九十一点五 最高是九十一点五 都是朋友 短短几个交易日而已 两个交易日而已 那你有兴趣 你不要问我这档股票 他背后的基本面的题材 到底是什么 你不要问我 你有兴趣 对立即这档股票 有兴趣的朋友 请你去观察一下 你看他现在走势很漂亮 请你去观察一下 他的筹码状况 特别是法人的部分 张老师上个礼拜敢送给你 只有三档 你可以看到马上就冲出去 所以我说三月份 事实上它是非常好 做多的时间 不管是从技术面的形态来看也好 或者是从资金充沛的角度来看也好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连群创这么大 股票它都会涨了 那表示什么 表示市场的资金动能是充沛的 再加上 很多的股票筹码 目前为止还是很安定 你要去想想 从7953点涨到8500多点的过程当中 涨了600多点的过程当中 有所有股票都已经涨上去了吗 没有啊 所以三月份它是机会 很好做多的时机点 一定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那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谈到其中一个重点主题 在上个礼拜一直拼命跟各位提醒的 暗示的明示的一直在讲 就是红下链红下链 你看今天4960的奇美财 这漂不漂亮啊 这短线上的走势都很漂亮 没有兴趣你去算一下 它的奇美财的这个殖利率啊 高殖利率跟红下链本身正是两种 两个部分 在三月份它都会是题材 而另外一个部分 第三个三月份你要注意的 也是我们第二阶段持续在布局的 那当然第二阶段的股票 包含你刚刚所看到的群创 也包含刚刚你所在昨天已经听到的 利基或者是你上个礼拜 已经拿到三月之星的利基之外 也包含了4960的奇美财 这都是第二阶段的股票之一 当然还有 因为第三月份它还有很多的股票 是还没有涨 那在资金动能这么充沛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忘记了三月份 至少在三月二十号之前 三月二十号之前的意义是什么 投信要做账 月底才要结 季底才要结账 所以三大重点 高殖利率 红下链 投信做账 是接下来你要锁定的 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的 欢迎跟上我们第二阶段的布局 欢迎跟上我们第二阶段的布局 我说过了懂得掌握时机 才会在股票市场真正的成功 在今年一多一空的行情之下 你不能永远做多 也不能永远做空 你要懂得去掌握 可以做多的时机做多 可以做空的时机做空 就如此简单罢了 如果你内同张老师的 并且想要跟上我们第二阶段的 布局股票的朋友 欢迎利用我们今天 一加于大于二的超值活动 大财富计划 跟上我们的脚步 欢迎报名超值的活动 谢谢各位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一些零证券 在这边 我们先说 然后玩